主席 各位同仁 各位媒体好朋友 来后 五十年前 一张国防部的命令 没有原因 也不问当时的阿美署的原住民的朋友的意见 就强制的将台东马南部落的聚会所 直接充公命令台东县政府将马南部落 主人所共同拥有的聚会所以及周边的土地 交给空军司令部来管理 也就是当时要新建今天的台东自行基地的临时安置这些军事官的营社 但是在当时的公文书里头 不是已经很清楚的明确的指出 这块土地是当时的国防部向马南部落乘租的吗 租借的吗 而且民法不是也规定租借的最高年限是二十年吗 在这里我们不禁要问 为什么国防部不需要支付这些租金呢 为什么国防部任由土地荒废在那里不使用呢 为什么国防部经过了五十年却迟迟不归管给马南部落的同胞呢 难道说国防部已经占为己有了吗 这不就跟所谓的一般侵占又有什么差别呢 事实上早在五十年之前 部落的族人就已经透过正常的行政程序 向当时的国防部要求归还马南部落的聚会所 这块土地 但是如今已经过了五十年 上一个世纪悬而未决的 就按到了今天 二十一世纪 仍然无法解决 这不该是一个 一再宣称 人权治国的文明政府 所应有的作为吗 对于阿美祖同胞来讲 一个没有聚会 聚会所的部落 就像是失去了灵魂的躯体 那么聚会所就是部落文化的中心 更是我们阿美祖文化生根 发芽成长茁壮 传承乃至于永续发展的有机体 五十年后的马南部落 我们只见到部落的头目 部落的起劳 日渐凋零 请问 这些起劳这些头目 还有第二个五十年 可以继续等待吗 因此 我们在这里 强烈的要求 郑重的主张 国家应紧述的归还 马南 聚会所 把国人国 斯维诺 法兰奥 马南聚会所 归还给马南部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